大家没有看到过侯佩岑失态 在公众场合被开玩笑开过了 怎么办 马上露出标准的假笑 大家看这个开关多么的娴熟 而且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 那爱假笑的女孩呢 就假装运气不会太差呗 让我们掌声有请 应该运气不差的侯佩岑小姐 张绍刚老师 你讲得好好哦 爱你哦 我假笑这么多年 这是我最假的一次 大家好我是侯佩岑 真的有点紧张我先讲一些真心话 其实张绍刚老师啊或者是李旦池子Rock 像他们这么幽默这么风趣的人其实我非常佩服 假 真的因为我觉得幽默好笑真的很容易感动人 而且我觉得幽默是人类进化的最高境界 要让人哭很容易 要让人笑真的很难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真的很棒 真的 真的 完了吗 吓人啊 完了 这真的才是我最假的一次 好 我好好讲 我想先讲一下朱孝天 孝天 以前的F4成员 这样好了 如果我们把娱乐圈想成是一栋建筑物 F4就代表他们当时的高度 其实后来这些成员解散了之后 有的人到了F3 有的人到了F2 但朱孝天很特别 他在B1 很方便 直接回家 但孝天路上小心陈乔恩哦好不好 江振宇老师 江振宇老师 江振宇老师我知道他是一位 心理学方面研究的学家 所以我今天上节目之前 我就特别研究了一下他的资料 他大学 读的是计算机 然后硕士读的是信息技术 博士他读的是数字媒体 然后2010年的时候 他博士才刚刚毕业 2011年就上了电视 成为我们大家眼中 微反应研究的第一人 太了不起了耶 一年的时间就第一人耶 我真的我很佩服他 我觉得这种崇尚科学 然后钻研的精神 我很想学习 所以我宣布 我侯佩岑明年就会以临床生物和工程先驱的身份 登上吐槽大会的舞台 请大家敬请期待 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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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主咖 最可爱的 偶像剧女王 陈乔恩 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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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佩服乔恩 大家都觉得他很真 然后你看出道这么多年来 他这么的独立 什么事都是自己来 自己上节目 自己组CP 自己组CP完 自己辟谣 自己说自己是真性情 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们当代女性的独立典范 谢谢 谢谢 谢谢泰森 乔恩 我跟智琳姐姐一起为你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爱你哦 爱你 其实我应该要叫乔恩妹妹 因为乔恩比我小一岁 乔恩妹妹 我今年四十岁了 爱你哦 他挑嘴重来啊 我作为一个过了四十岁的女人 我有一些心得想要跟乔恩分享 乔恩 你的人生要走下坡了哦 你下去 太好了 现在偶像剧 乔恩还可以演一些傻傻的角色 伯母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可是过了四十岁以后 你的角色就要改变了 给你两百万 离开我儿子 娱乐圈对女艺人就是这么的残酷 你的年龄越大 观众就会对你越苛刻 所以想要维持名气 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用一句话来总结 做人男 做女人男 做一个明老女人 好难 这就是为什么乔恩会经常传出 跟其他男艺人的绯闻 大家我们要理解一下 其实有时候做艺人 在娱乐圈就是这样 必须要通过组CP才能维持一定的热度 我就没有组过 家里管的盐 没办法 谁叫我 那么听妈妈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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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是虎贝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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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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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是要承认 这个艺人啊 一辈子有一个经典的作品 观众就能记住 你提到朱小天 你就能想到《流星花园》 提到陈桥 你就能想到《王子变情》吧 提到侯佩岑 你就能想到《双结棍》 很奇怪 对不对 不明白为什么 你看我们侯佩岑很有素质 虽然被开玩笑 人家家教好 从小妈妈教 听妈妈的话 很有涵养 很有涵养 不生气 你看特别可爱 你看他出去上节目也是 等谁夸谁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你好棒哦 你最棒加油 爱你爱你 你们想不想看侯佩岑 跟林志玲聊天 你最棒 你更棒 加油加油 你才加油 爱你爱你爱你 侯佩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刚刚生完孩子就出来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墙堡中的孩子 就继承了妈妈的这个优秀的基因 就鼓励她 妈妈你最棒 你出去工作吧 快走 猪佩岑 台湾著名主持人 主持风格 稳重 甜美 煽情 人称台湾版倪萍 这个倪萍 不是 侯佩岑大姐 工作非常认真敬业 偶尔也犯错 就是 有一次呢 就把人家张艺兴的名字给捏错了 人家艺兴倒没错 还没关系 但是佩岑非常自责 我跟你说 佩岑你真的 你不需要自责 你看我老婆叫张艺 张心意 我就是念对了 跟我作证 念对了 很少有念对的时候 我非常理解你 我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待过 所以我 先说佩岑 听说侯佩岑的妈妈呀 对她的要求是什么 只要当个良家妇女就好 我觉得这可能是 是天下母亲对女人能够提出最低的要求 这当良家妇女 这要求真的很低 张老师都做得到呢 没完了是吧 然后我还听说 就是这个佩岑的妈妈呀 从小就对她这个家教很严 就甚至她先生在跟她求婚的时候 她要打个电话问妈妈的意见 你可以想象她妈妈要不答应的话 那她怎么办呢 那只好先回答妈妈 好 妈妈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 但是我爱你哦 加油 我为何美 也演过偶像剧 是吧 和周玉明还合作了美味关系 据说还送出了荧幕初吻 因为没有经验 是吧 和仔仔足足吻了45分钟 这哪儿是拍戏呀 这是解恨呀 你们知道45分钟有多长吗 这个难熬的停顿 还不足四秒钟 不过不过 我相信侯卑曾是真的没有经验 对吧 这要换了陈乔恩 估计能稳一天 对不起 对不起